大家好 歡迎收看 現在不睡覺 我是屈屈 睡覺 屁屈 農曆七月到了 代表著是鬼門開了 對 這是一個 對有傳統性的人來說 是一個非常神秘的月份 因為我們也出來了 嗯 他出來了 你好像一輪也在外面 我請一些產假 那我們鬼門開之後 我們中原普通就需要什麼 就是拜拜 中原普通 對 我們這邊呢 我們從佳樂福縣上過了 我們這邊準備了非常多的 有我們的普渡香 還有我們的西服香 夾澎湃 金澎湃 而且我告訴你 他們都幫你們準備得好好的 對 我們今天就要來 邊吃這些 拿來拜拜的東西 邊來分享 因為他現在都準備的 就是可以 可以帶回家吃的啦 就是那個小林嘴 看顏色的時候可以吃 對 我們今天就要來分享一些鬼故事 鬼故事嗎 嗯 或者一些 要很貴的嗎 好笑的鬼故事也可以 好笑 第一個故事就是 我有認識一個鬼朋友 嗯 叫瑋莉莎 啊 哈囉 我先講一個比較那個啦 不要那麼鬼的 我先講一個 可愛和善的這樣子 前陣子我們都要去拜拜嘛 就是要去 看完以前的老人家 我阿公阿嬤 親密桌 對對對 然後呢 我們就帶著我姊姊的孩子 就是我的姊兒 然後還有我爸 然後我們就一起到的那個 林谷塔去看我的阿公 就是我姊兒的阿祖這樣子 然後小朋友就不懂 他就這樣看 那邊是鼓黑糖 他們就這樣一格一格的 他就這樣看 然後我就跟我的姊兒說 阿葵葵 來 這個 你看這個是阿祖 這個是阿伯 這個是誰這樣 然後他就這樣看我說 阿姨 他們的房子都小小的這樣 然後我就說 阿本來就是我們 你到時候老的時候 可能會住在這邊這樣 然後這樣 阿葵就這樣 看我爸他的阿公這樣 阿公 阿你的房子在哪裡 我爸阿葵他就說 你先幫阿公買嗎 很貴喔 你先幫阿公買 所以阿姨我媽媽 他們還沒有買 我們那時候也是這樣子 我就跟他講說 這是阿公 這是 這是爺爺 這是誰誰誰這樣 然後他就說 我就說 我還在家 真的是我好 因為我們之前 不是很愛玩那個 Siri嘛 就跟Siri Siri 對Siri 聽成食人語 我說Siri 我今天就是因為 真的找到笑話了 我就想說問他 Siri這樣子 就問Siri說 Siri 講一個笑話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這不是我擅長 我就說 那你講個個故事好了這樣 然後他就說 你後面得了影響聽的 好恐怖喔 好恐怖喔 我嚇了 好恐怖喔 好可怕喔 真的很恐怖耶 然後我們就說 對啊 你回頭看看我 比較恐怖 沒有人 結果總會就說 他是被我嚇到的 這個時候就需要什麼呢 這個 小吃普渡香 這非常方便耶 他就是直接買一盒這樣子 然後他都幫你穿BANG BANG 他裡面超澎湃 而且裡面有喝的吃的煮的 零食都有 有泡麵有零食有喝的 對 對 喝的喝的 因為你知道我們有時候就是 上班族很忙嘛 我們沒有時間去挑 對 然後我們直接打開手機 或是上網 我們用APP 加二福線上購物 他就可以直接幫你買好 這一整下幫你穿BANG BANG 你看就這麼澎湃 你看有 你最愛的 微辣醬麵 有喝的有吃的有零食 還有無糖 大家都吃飽飽 你吃飽飽我吃飽 大家吃飽飽 飽飽 還有湯喔 那我要講一個很恐怖的囉 好 就是在我們現在拍片的這一間 我們在公司嘛 我要走了 哦呀 就是呢 我們的公司同事來上班的時候 打開門發現地板有黑腳印 他那個腳印就只有走來這個房間 可是沒有再出去過 那因為我們就會就是 你們大家就開始懷疑是誰的腳 這樣子 然後我們想說 那不是姊姊的瑞莎 因為姊姊很愛穿假腳拖 然後他只要每次去我們家吃的地板 都會有黑腳印 就是他的 然後我們同事都說 那個是小女生的腳印 但是因為那一天有工人來 就是送東西 然後有施工 可是就是也是比較吊詭就是 只有進來的腳印 沒有出去的腳印 如果是那個施工的人 他的腳印也沒那麼小 然後講到這個呢 就講到就是收金 我去收金的故事 就是我之前在租房子的時候 就是他們有點像是 比較老舊的國災 喔 國災 然後就是那天睡得很不舒服 這樣然後想說去收收看好了 去行天工嘛 然後因為他們那個行天工 就是收金就是 因為他們就是香火很鼎盛 然後你就是要排隊這樣子 然後他的那個SOP就是 你叫什麼名字 你叫什麼名字啊 這樣子 然後那個他 阿嬤就會在你的後面 這樣拿著香這樣子 呃呃呃 捏捏捏捏捏捏捏這樣 好 好囉 這樣子 就下一位這樣子 然後你叫什麼名字 我說 換我這排隊嘛 喔 終於到我了這樣 阿嬤就 喔 好 你來 你來 他說 好了 好了 這樣子 我說 阿嬤 你要問我的名字 他說 阿嬤叫什麼名字 哈哈哈哈 我可以 從那一刻之後 不相信 不相信 他就說 阿嬤 阿嬤叫什麼名字 然後我就這樣看著他 我就說 我好了 哈哈哈哈哈哈 可能是我那個就太累了 你剛剛在講那個 我就突然想到有一次 就是我那個時候 做美髮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們老闆也是很明信 他就是很愛叫我們 帶著名片去拜拜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幾個攝影師 就約一約就一起去這樣 然後一樣就是有一個女生的那個 道士吧 嗯 他也是在我們身上這樣 結果你知道他這樣嗎 他就相不小心燙到我 然後我就 因為他在用的 然後燙到你 我又不敢講 我就 欸 旁邊回家說 有東西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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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就出來 然後他就 道士就說 你有跟東西 我就 哈哈哈哈 你看 我很 大了 所以你剛剛在用我的時候 我就突然想說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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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被案很怕 沒有 我以前年輕的時候 二十幾歲吧 就在台北車上 你現在也是被騙 也是被騙 你被騙什麼 我就錄過 要不要秘 沒有 在地下街 他就這樣拉我 就這樣說 來 我在你身上看到一些東西 這樣 我就放心說什麼東西 年輕特質嗎 來自經紀公司的 凱臥嗎 我就走過去 然後他就摸我的手 他就說 他說我的手這邊 就是我這邊這樣 蓬蓬的 很有福氣 喔 這裡 然後他就過來講 說我們知道嗎 你二十六歲 很有錢喔 二十六歲我最窍的 不要這樣子騙 我一直在等耶 你有給他寫嗎 就他把你算 然後你還要錢 有 我還要錢 千塊 有 你還要錢 因為他講得很誠客 他想說你二十六歲 一定會有錢 你二十六歲有錢 所以你一定要回來找我 什麼 好啦 好恐怖喔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準備 天后正蘭宮 福度盒 就這一盒 而且我跟你們說 它多麼的方便可以 它多麼的科技 它妳只要在家樂福線上購物 它就幫你直接送過去它那邊 它可以代客福度 直接幫你燒香拜拜 你連出去都不用出去 它也是滿豐盛的耶 但它有米喔 好可愛喔 還有罐頭 所以就可以直接在這個 家樂福線上購物 訂購這個天后正蘭 它就可以幫你直接線上代客福度 如果你今天真的工作很忙 或者是說 因為現在很多人沒有時間去宮廟 或者說你今天坐在社區大樓的時候 對 你沒有地方可以去做方便 擺貢桌 招職錢的時候 這都很方便 它直接幫你代客服務 而且你看喔 一個雲端支付直接Apple Pay 就直接刷卡 你就彈著 對 我記得現在還有線上點光明燈 家樂福線上購物好方便 還有嗎 我們現在走入一個比較嚴肅的一個 真正的鬼故事 那真的嗎 我開玩笑的喔 那我先講一個開玩笑的 那我先講一個很快速的 好好好 就是回一個朋友 他去首爾玩 然後呢 他們就一群人有點白目 跑去那個離太陽的那個 拆他事件的那個巷子 然後因為他們那邊是有放那個 電條紙槍 然後我以為他是去就是去寫那個啊 就寫R.A.P啊 就是 呃 洗情衣服這樣子 悟不幾個朋友 他們就去 然後在現場自拍 然後打卡 然後PO現動這樣 結果隔天晚上 他就開始發高燒 然後他們接連發高燒 然後在隔後天的時候 他們就全部回台灣 然後全部去廟裡 去收金 然後去處理事情這樣子 然後因為他們就是頭非常痛 一直發高燒 嗯 然後都沒有用 然後回台灣去 找認識的人去收金 拜拜之後才去慢慢康復這樣 然後那個師傅 就是他們進去的時候 就是只有那個裡面的人就跟他們講說 你們是不是去國外 然後做了一些沒有禮貌的事情 呀 因為那個 然後他們都說 你們身邊很多人都很神奇 這樣子 好啦這個時候來吃這個啦 對 炎燒海苔 來來 姐姐姐 看到非常豐富的膳食纖維喔 不錯 海苔是減肥最好的 那個 零嘴嗎 對 吃海苔的時候講一個 因為 我其實是看到是一個日本的 它是一個N10的葡萄室 其實有四個啊 他們去登山滑雪的人 然後上山之後 他們滑雪的話 他們 突然暴風雪了 他們就不得不在那個雪地裡面 找一個地方先做個休息這樣 然後他們就 喔 剛剛看到一個小木屋 就他們四個就進去裡面 結果那一天 一進去的時候 他們也真的刮到 那當天就是下不來了 你就是得住在那個小木屋裡面 然後後來又很冷 然後他們身上就沒有糧食 他們想到一個方法這樣 啊 因為我們不能讓自己睡著 因為你一睡著 你就會失溫 你就會薯條 我們要有一個方法 會讓彼此都一直是 身體都是一個活 活弱的 血 屋子裡面有四個腳 我先出發去拍你 然後你再出發去拍他 所以我們就一個 你一整個晚上 我們是會一直抖動的 你就不會讓自己失溫 讓自己有那個 讓自己有熱量 對 你就不會失溫然後薯條 然後他們就用這個方法 到了隔天早上 然後搜救部隊 就順利的找到這個小木屋 這是真實的 然後後來那個記者就反問他們說 你們是怎麼樣撐下去的 然後我們就告訴了這個記者這個方法 我們是這樣子活下去的 如果之後有這個 愛滑雪的朋友 遇到這種狀況的話 你們可以依序的這個方法這樣 記者越想越不對勁 你看喔 我先出發去拍你 你出發去拍他 他出發去拍他 這裡沒有人 所以他們其實要五個人 才可以運作 整個這個活動 所以小木裡面是 冥冥之中有人在幫助他們活到 誰 我跟妳講台中有很多 真的很厲害的公廟 然後你可以一走進去想 他幫你算 欸你這五年 交過六個 你這五年 交不到女朋友 然後就說 師姐你怎麼看呢 你可以看到我的未來 他說 我看到你的臉 長得很醜 還有一顆啊 還有一顆 你 我爸爸說一下 你這個男生 這筆子沒有交過女朋友 然後他說 你怎麼知道啊 這樣子 好 我男生就才會 才會指甲 那我講那個附身的喔 好喔 但是這個也是偏好笑的啦 好 你們知道虎爺嗎 我知道 他是在神桌下面 對 很多那種宗教的 傳統信仰他們也會有附身 他們可能今天走一走 一些那個宮廟 然後他突然被附身 然後他們就這樣 扶在地板上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 我就跟家裡的長輩 一起去看那種活動這樣子 然後就有一個 就是他就是一個年輕的哥哥 然後大概是姊姊的兩輩 這樣子 對 然後他就也是這樣子 真的還蠻瘦的 因為他 他也是在那邊這樣走嘛 然後再拿東西 然後他就這樣子 然後他就 趴在地板上 然後他就 然後開始這樣 這樣子 然後就 那你也知道虎爺老虎怎麼走 就像貓咪一樣 再怎麼像這樣嘛 然後他們不是現在跑來跑去嗎 然後因為那個哥哥比較大直 對 所以他的髖關節 跟他的大腿就比較直 那你知道他是怎麼爬的嗎 一般的老虎不是 就是會這樣嗎 這樣嗎 像貓咪這樣子 然後哥哥 因為他比較大直嘛 他就這樣這樣 然後變形形 那個時候 旁邊的長輩說 好 誤欣欣欣呗 一秒變形 好厲害喔 我們工作還有一個虎爺 是真的 認真喔 而且我們大家都 就是整個青年會的人 都是有親眼看過這件事情 他們家好像有拜虎爺 還是他自己本身有去拜虎爺 這件事情 就在我們那個一次聚會過後 聚會結束的時候 你知道他突然變這樣 他就這樣 沒有他就這樣 然後我們想說 你就幹嘛 因為男生就是在發脾氣的時候 都會有 就會 對不對 結果你知道後來他就這樣 在抓 對 然後他就突然這樣 他真的嚇到了 我可怕喔 阿渡 我真的有感發是 他開始跑跳 他跳下去就這樣抓住這樣 然後又跑下來 你知道我弟他們這麼大隻人 好幾個男生 抱住他抓不住 因為我們就把他帶回家 然後他們家前面有一排車子 他這樣 然後知道他跳到哪裡 他跳到他 他跳回他們家 然後的生命 生命桌下面 胡爺在地 然後就這樣 這樣 我真的是嚇死了 然後後來不知道怎麼樣子 然後他又跑出來喔 就把家裡要的亂起 把他就一直跳 一直跳 一直跳 後來好像是 把他記的印象好像是 放在籠子裡面 山豬的那種籠子裡面 這樣子 隔天的時候就把他帶去 去給那個胡爺的廟 去給他熟那樣子 然後後來現在就是 又比較好吃 他現在還會這樣 他現在還會這樣 就每次喝酒之後 他就在旁邊這樣 我就說 我就說 不好玩 不要再 我下次瞧我 快的 因為像我們越來越多 因為你知道 普渡化世代嘛 幾百萬來 所以其實現在 很多年輕人 他們在準備拜拜的東西的時候 真的會選自己喜歡吃 自己喜歡吃的 跟想要 因為如果我今天準備很多 自己又不喜歡吃 就很麻煩 然後家裡服香菇 他身邊什麼都有 現在還有咖啡 對 對啊 他們也要喝咖啡啊 他們也想喝咖啡啊 我跟你講我喝過這個咖啡 他這個咖啡 可以自己 自己調整他的那個 溶蛋 你要它濃還是要蛋 你這個辦完儀式之後 你拜完之後 然後你有甜食可以吃 有咖啡可以喝 他在家裡服線上購物 直接寄到你家 我就期待 我來 自己有一個朋友就是 他也是那種很煩的 他就是很愛怪力亂神 然後很愛講說什麼 等一下 不要動 不要 先不要動 然後過這個就是很煩 他就是認真的 等一下 我這樣知道是誰 然後我又覺得 他過去哪裡 對 我去哪裡 然後他就說 我真的很不舒服 我上這邊 他就回去 不是因為你知道 原來是不是就是 太久太煩了 然後他就說 等一下 這邊很不舒服 我就說 你回去嗎 我要跟我說 我都覺得就是尊重 各個民間信仰 跟傳統信仰 然後真的是要抱持 抱持個虔誠 跟尊重的心 有些那個 來亂的來鬧的 就先不要 因為真的會有危險 因為真的有一天 你真的被被上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那個感覺 不是你在表演的那麼好 我剛剛就被上的時候 有時候是滿心的 哈哈哈哈哈哈 教這個 小時候就會到我們去 宿的一個季宮廟這樣子 每個禮拜喔 然後他就排超級無敵場 那個季宮就是 有喝嘛 因為季宮本來就會喝這樣 然後還有綁紅布這樣 然後就開始在寫 然後他說 這樣子 我把你瞎起來就扶咒這樣 然後去幫你鎮住這個人這樣子 然後那個季宮就這樣 帶他紅布嘛 然後又喝酒這樣 然後寫寫寫寫寫 這樣子 全場安靜 超可怕 因為他 醉到寫在桌上 沒有這樣寫在衣服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阿三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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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那旁邊那個 就有那個 有那個妙柱嘛 就是說 阿三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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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像我們昨天拍的 阿 Genau 阿三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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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喜歡的 它裡面有什麼 有煉乳巧克力 濃黑巧克力還有草莓 而且它也是這樣子喔 小小巴小小巴的 我最喜歡吃這個 裡面什麼口味都有 而且你看喔 你今天家裡面很多小朋友 你就拜這一盒 然後因為你知道 有時候拜拜的時候 大家會回家嘛 一起拜這樣子 小朋友來 一人拿一盒 都不要搶 一人拿一盒 而且它一箱裡面有30盒 每個口味都有 一天吃一盒 你看我們吃得開心 他們也吃得開心 大家開心 大家開心 那個平平安安度過這個月 嗯 那你們知道為什麼 初一鬼門開 初一十五餐那個不對嗎 你比較了解啊 你通常比較有機會 因為他們也要隔離試試試看 夾住這個 大家知道那個 南部有燒完網船嗎 那個活動是一個 非常硬的事情 因為現場有很多人 很多人跟好朋友會去這樣 然後那時候我朋友就是 他也是去參加這個 去看這個活動 然後因為我那個女生 他的身體比較 八字比較輕 他去之後呢 也是就是 回家就開始一直發高燒 睡到也睡不好 然後他就一直覺得他旁 他在睡覺的時候 一直聽到還沒有 嗤嗤的聲音 嗤嗤的聲音 然後他想說 奇怪到底是怎樣 然後他睡一睡之後 他就說 你可以幫幫忙嗎 這樣子 他就聽到這個聲音 然後他就趕快掛耳機 然後聽那個白噪音 然後 可是他就聽下雨的 一樣是紫紫 你可以幫幫忙嗎 這樣子 嗯 然後他真的快瘋掉了 然後他就去跟他媽媽講 然後媽媽也是帶他去廟裡面 就是問師父這樣子 他就說 喔你 你去那邊 河邊的時候 看那個的時候 你有帶到一個人回來 這樣子 你就每一天晚上的時候 然後幫他準備一碗水 放在你的旁邊 他很渴 農曆七月十六這樣子 一直到三十號 鬼門關這樣子 他就中午關了這樣 然後八月一號的時候 他睡覺 痴痴 你可以幫我嗎 這樣子 然後他想說 為什麼你還 為什麼 不是結束了嗎 這樣子 然後他就是跟媽媽講 他媽媽又帶他去廟裡面 問那個師父這樣 然後那個師父也是覺得很習慣 然後就是這樣 再拿那個香 然後他鼻這樣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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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問他說 為什麼你還沒有回去 不是門已經關了這樣子 那個師父就聽到之後 他就跟他妹妹說 你知道為什麼他還沒有回去嗎 因為那個鬼 有鑰匙 你啊 就跟姊姊 你啊 哈哈哈哈 欸 你在問我一次 結果為什麼我關了 也沒有回去 門是我在關的 哈哈哈哈 原來是想關門的 那個你又撞過的 嘿 所以我也是回家的時候 我就是習慣 去玩手機嘛 然後這樣搭電梯 然後搭了搭 我家20樓 電梯到14樓的時候 去開門 然後那個電梯門外的人就這樣 喔 喔 我搭下一班好了 太多人了 喔 然後轉過去 成人才跟後面有太極了 哈哈 這樣我沒有也是這樣 好 然後講一個 這真的很恐怖的了啦 其實搭電梯的 我之前也是住那種老舊公寓 那種滑鄉那種 就是你電梯門一開 然後你會有常常的走廊 才會到我家這樣走 然後那天我也是練舞練到半夜 然後我就一個人走回家 然後我在等電梯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我在走一下路上 後面就有一個女生 一直在走在我的後面 然後想到可能就是同路 你也不會想太多嘛 然後就我推開我家的那個大門的時候 我沒有聽到關的聲音 我回頭一看 那個女生這樣把門撐著 她已經要進來 然後我就覺得 嗯... 怪怪的 因為那個時候已經 我都練舞練到半夜三四點 然後那個女生穿得很像是 很漂亮 小姐 小姐 然後是穿短裙到這裡 然後紅色高跟鞋這樣 可是她頭髮很長 然後因為那個 我們大... 那個門是晚上是會關燈的 所以她是只會進門的時候才會亮 到她的時候已經關掉了 所以我就看到她這樣子而已 然後我就等電梯這樣 然後她就是這樣走過來 靠到我的後面 很... 就是這麼近 然後我就在... 我就按電梯的時候 然後我就往後讓這樣 她沒有按 然後我會覺得不對 我就全... 我就全開起雞皮疙瘩 我就全開發嘛 然後我就... 因為我眼睛很大 我就這樣瞄她 她的短裙到這 可是她的腿是... 不符合她的身材 她腿有點粗 然後上面都是腳毛 然後我想說會不會是那種... 嗯... 地下訓公關 或者是說她是... 有變裝... 喜好的人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 她還要再往上吧 到我的樓層之後 我就趕快走出去 因為我不敢往後看 然後我走進去的時候 我剛剛往左轉 然後走超快 可是我沒有聽到那個電梯... 孔的聲音 然後我就回頭一看 你知道超... 我現在想說好可怕 她的身體在電梯裡面 可是她的頭就是... 她就這樣子 然後她一直看著 很恐怖 然後我就看她 我就覺得不對 我就趕快就是... 因為我趕快走嘛 然後我要走掉以後 我就聽到那個... 咕咕咕的聲音了 然後因為我不想要衝回家 我就會繞那個... 逃生梯往下跑 它這裡有兩邊都有逃生梯 然後這邊是電梯的那一種 那我就這樣繞下去 然後從那邊跑上來的時候 我想說她... 我就沒聽到聲音了嘛 是不是...這是電梯嘛 然後我就在這 我要衝過去的時候 門就打開了 幹 然後那個... 然後那個就這樣 超可怕 她還在電梯裡面 嗯 她喜歡你 她喜歡你 電梯小姐 我不曉得 我就趕快衝回家 而且我蹭完... 我蹭我在跑的那一刻 然後趕快叫我室友開門這樣 然後因為我就上來之後 我就看到我室友已經開門 但是趕快回家這樣 我看到... 我真的直接... 然後關起來 然後我不敢講話 然後我室友問我說怎麼了 我就講我剛剛遇到狀況 她寫了這樣 喔...你的朋友 有沒有帶一個朋友 你朋友 如果認真 認真說來 我今生遇到的事情 應該是 是我坦弟 講不完 雖然他... 他不是鬼故事啊 但是我今生體驗到那種... 那種...就是... 超自然現象 就是那時候我坦弟過世的時候 因為我坦弟他生病之前都是 我在處理他的那個... 生病的事情 然後後來他走的時候 因為他是我坦弟 所以他在我們家辦那個... 告別室這樣子 前一天晚上頭七的時候 因為他喜歡吃鹹酥雞跟那個... 喝那個生果律 所以我就在廚房的地方 把他犯了這個這樣子 因為廚房在這裡嘛 這裡面牆 然後我就坐在這邊 那個收服的地方 然後我們四個人 那時候已經開始通... 那個... 頭七開始這樣 然後我們就遠遠就聽到那個狗在這樣 這樣... 這樣... 對 往我們家這邊這樣 跑到我們家門口的時候就沒有聲音了 然後接下來 你知道我們就聽到什麼聲音嗎 打開那個... 超清楚的喔 然後我就說... 我們就傳那個Light 他說... 這是我坦弟吃鹹酥雞的習慣 就是我這樣... 然後這樣一串這樣子 在草子上面然後這樣吃 然後回Light 你知道我怎麼樣嗎 不管什麼叫做不出身 100公尺 大概2秒吧 直接到床部 然後我用三... 床部 然後用三條棉被抱自己的腳包住 然後這樣... 冒錢啊 然後我心裡沒有問題 我就說... 我幫你很多人... 不要來找我 不要千千萬萬 你拿去打打打打打 而且你知道... 她說... 姐 姐... 姐... 你拿走我的名學喔 耶... 那就是今天的... 現在不能叫中原普渡特輯 我覺得有好笑也有恐怖的 我們以後... 現在不准再講回故事了好不好 好... 我覺得就是抱持著... 就是我剛前面講的尊重... 虔誠的心 一起平安度過這個月 然後呢... 要怎麼樣準備我們普渡用品呢 加拉福... 線上購物... 超方便好不好 有這個直接澎湃香 一盒幫你準備好 還有這個... 天后正藍的這個 直接幫你線上... 帶你普渡特輯 好棒...好代客的 還有各種種的... 很多不一樣的零食... 飲料喝的... 泡麵都買得到 普渡跨時代... 幾百... 挖來... 你可以選擇你自己想要吃的任何一種零食 你拜完之後... 你又可以自己吃得很開心 大家也吃可以吃得很開心 對...買起來又方便 線上購物直接寄到你家 那現在加拉福... 線上購物的一個新客活動 即刻起到9月30號 只要新會員註冊 就可以送你兩張免運券喔 還有... 只要你消費300元 就折100的車價券 哇... 300折100多耶 而且還有專屬於我們的... 專屬的車價碼 只要是輸入布萊克學學 你滿888就可以折88 好多喔 加拉福線上購物就是這麼的方便 緊好買 緊划算 緊平安 緊豐盤 不用再去市場就是在那邊一個一個挑 所以才適合你今天... 線上購物的人就是方便又快速 真的 再給你最便利的... 而且價格又便宜 又這麼多折扣 這麼多折扣耶 謝謝加拉福線上購物 謝謝 有祝大家呢 在這個月份都可以平安出門 快快樂樂樂回家 平安故館 我是薛萱 薛萱 下午下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 我跟下個鬼故事 我最近手肘很緊 好恐怖喔 好恐怖喔 你還一個 我忘了我忘了 好恐怖喔 那個 你現在可以接電話嗎 走開 關機 我今天是想要跟你商量 好恐怖喔 好恐怖喔